Yo this is still a can be cut rolling 嘿 歡迎回來狗兵的YouTube頻道 今天想來聊聊我又離職的這件事 我其實過去有過一支離職的故事 但或許因為標題 休等一下 不符合那時的期待 偏偏演算法很推那支影片 便累積了九個不喜歡 不期不待 其實到後面我不是很care那些讚 只是家人會覺得你拍的這些東西 會被你的老闆你的公司看到該怎麼辦 對 那時候的我會很擔心 現在的我 I don't give a shit about that 因為相對過去 我有了經驗不會再擔心 這一日心得會有所改變 OK 那你會問我 好好的幹嘛離職 以下便會是我的故事 去年選舉過後就回到高雄 卻很不幸地遇到武漢肺炎 他們手上來自中國 惡劣的中共 他媽的芝娜 欸 你賣我北共 1月31號我來到Costco 架上的口罩早已搶購一空 靜靜底我回到台北 一等就等到四月 面試的時候老闆說你表現好會給你加薪 三個月內看表現會給你相對應的擊薪 說完他便跑去當兵 三個月內相安無事 只因業績達標人人有堂吃 28K的薪水有2K是全勤 扣掉勞健保則所剩無幾 二 忘了說公司會請生日餐 但從你的一趴薪水離請 有一次更屌薪水照樣扣 但說你們沒得吃叫你們這些單位自行處理 結果挽回上去得到董事的諷刺 唉呦你們沒上來我都不敢開動 唉呦你們好好上來還有加菜 殊不知那些都是你們早已吃完的剩菜 好笑的是只領著28K還想叫我們穿襯衫 幻想自己在高級金融公司裡工作上班 你說我的表現如何原本的頻道只有七八千 三個月內給他多了三千訂閱 全市自然流量 補下其他廣告費 感謝這個頻道讓我一飛衝天 殊不知你們破萬能切蛋糕吃 我只能滷肉飯加蛋 自我安慰 喔忘了告訴你們 公司是要懂 對專業超不尊重 不懂專業至少也得尊重專業 來了一年多的美編 卻說只是個素材的小資源 關於節目拍攝 一開始還不給借棚 自帶相機只為企劃方便運行 等到成效出現 才說歡迎借用預約 相機採購提報半年 直到離職才正式簽約 1980的公司的倫理 但在2020的社會當今 長幼有序他媽的公司倫理 揭謠不詢也有點臭屁 但老女人的心機我承受不起 做了兩週的專案說翻就翻 只有實習半年的貿易經驗 卻想要翻掉十年的廣告提案 壓垮落斷的這根稻草 在於那證明自己的小動作 你說風向球就算了 卻只不過是個沒有組件的什麼也不是 妥善的離職免得自己得去上心靈課程 說得更好的事 避免那腳蛇根的主管一職 噓他媽的還好我離職了 這就是我這次離職的故事 我是狗兵狗兵千 如果喜歡這次故事就按下喜歡 然後我要去找工作了